好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基隆港码头木造围栏中间好大一截直接消失 担心游客会不小心掉下去 现场不仅拉起封锁线 更放置三角锥防止意外发生 原来隶属海巡署东部机动海巡队高达500吨的巡防舰南投舰 23号早上进入基隆港靠拨的时候 疑似故障往码头冲后又撞击观景台步道 瞬间传出了据上不少游客也纷纷回头 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让我们来听一下民众怎么说 还好南投舰没有回损而针对炸狼回损的问题 目前舰队分属派相关人员到场会刊 并由港务分公司回报维修费用并会配合准修 以上未找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